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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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一个刀 最后呢 其实脚步调整上来说 这个球始终也是不舒服 但是艾夫拉的这个特点 他快 对 再来看一下 后场拿到球 一个长传过来 第一下其实解围没有顶干净 郭田宇给艾夫拉一做 机会就来 其实这一下呢 也是一个意外球 真顶落下来 郭田宇这边呢 可能想脚步直接端门的 但是打在艾迪身上以后 一弹 又弹到了身后的位置 先启动 看看是不是有 露下来的机会 是的 而这边 又发生了什么 可能吹了一个手球 就是回传的时候手球 这一下确实是打在 吴比亚的脸上 外围再打 又横尾 我在这枪绿琴的时候 王凯是二线队刚刚上了 急吧上了 这小伙子其实脚下 那么然后就要看 沙拉维跟曹云定两个人的站位 彼此之间会不会 也有频繁的换位啊 等等的 毕竟两个人最擅长的 都是相对更靠左的位置 但是沙拉维呢 也不是没打过右边 沙拉维 好球 横带两步 打门 打的这个类型 这一下味道已经出来了 对 这个脚下的频率 二连 后转身后 沙拉维 机会打门 打得到正了一些 这脚球端的真是够棒 是 右边路明天 在传门前 点球 这个身后球传的是不错 一踢没踢好 这个手呢顺势 是一个惯性动作 确实身后立功 哦 沙拉维 扑掉 然后门前一空的混战 门线上多人补门 然后沙拉维 抱住 确 有效 这个球确实打得不怎么样 但是 陈昭这一下 给整个球队 贡献度是极大 再给沙拉维 加里面对刘逸 从前弹了一下 然后莫雷诺小脚中的打门击中了边网 原本是感觉调整步伐以后的一个船球 但是这一下 扑住皮球 小费根 好球 在船中 踢空了 后面还有莫雷诺 过人过得很漂亮 大门 哎呦 这球啊 在这种 尺度控制方面做的其实是最好的 他是整个中超黄牌最少的球队 今天可能离铁比较激动了一些 同时黄军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最终两支球队战成了二比